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共电视台的何家欢假锁让剧作者们更敢写敢拍 反正讨好付费用户的趣味就齐活了 本期就挑出2021年我看过的十部好剧 会更倾向于选择原创IP 中美欧日韩世界五大影视生产基地雨露均毡我都选点 按照开播时间顺序排列让我们开始 山海琴 孔生 孙莫龙导演作品 年初一部土吊渣的讲扶贫的戏火遍全网 豆瓣36万人打出了9.2的高分 比神剧金线还超额0.2 中国一直在做扶贫工作 只是媒体的声量不高 就像马拉松比赛 中间坑着坑着流汗没多少人注意 最吸眼球的永远是最后几公里的冲刺 老话说气不圆不结锅 现在到了出成绩的时候 山海琴恰逢其时应运而生 90年代东南沿海经济飞速发展 是时候拉一把老少边球 片名的山指宁下 海指福建 上演了一出双省记 山海琴的浮化道下了功夫 西北的庄业人常年日晒风吹 角色不再流光水滑 颇接地气 宁下南部西海固地区 多山缺水 当地人自嘲贫瘠假天下 男人娶不上媳妇 女人治不起嫁妆 村子偏偏叫永泉村 意思是睡吧 梦里什么都有 叙事围绕着吊庄展开 这是宁下扶贫探索出的独有模式 简单说就是剪切 粘贴 把整个庄子调到有发展潜力的地方去 马德福是永泉村的知识分子 毕业后配合张主任开展吊庄工作 新家园玉泉营靠近黄河一马平川 然而村民的思想工作举步维艰 玉泉营卧野千里满地牛羊 但那是二十甚至三十年的远景画饼 农民安土中千 永泉村再穷也是个窝 刺头李大勇说的实在 未来是啥呢 未来就是还没有来嘛 游游老师演得丝丝入戏 把角色身上的剑锋使舵钻营演活了 德福的弟弟德宝 带着几个小伙伴逃出永泉村 他们不想像父辈一样 永远困在这个山沟沟 把火车去大城市 怎么都有口吃喝 同行的还有李水花 父亲为了点彩礼 把女儿许配给邻村的一个陌生男人 他与德福青梅竹马 但因为太穷无法走到一起 德福现在还是干部 身兼使命 不可能与他一起走 之前对热衣扎不太熟 这次真是刮目相看 德福来追众人 火车里与水花四目相对 瑞扎的眼神让人心疼 一秒入魂 你妈妈在外头 你照顾好自己 新家园没有水渠灌溉 风沙治理艰难 好人也找到了 皱蘑菇的创出方案 却突然遇到滞销 移民两年多 村子还没有通商店 马德福挣扎在村民与政府间 两边不是人 全员演技在线 角色闪闪发光 沙海星的群像刻画 极其出色 丛山沟里的农民 谈不上什么政治觉悟 农工文明下的人 保守固执 天生讨厌风险 但得力之后 却又不知如何控制风险 火车跑得快 全靠车头带 无数人人之事 深入基层 引领人民致富 战友琴里的人物 马德福 张书记 陈金山 林教授 现实中都有原形 甚至比剧里演得更加艰难 看完忍不住感叹一句 中国人民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放眼全球 中国人民太拼了 我党的理想主义太光辉了 建国70年 没有忘记对人民的承诺 底层确实有懒惰置评的 但毕竟是少数 扶贫不是扶一代 先出高中生 再出大学生 再出研究生 扶贫不是撒钱给小恩小惠 而是帮助逆天改命 为人民赋能 这是多么伟大的事业 如果说山海星有什么缺点 那就是太短了 只有23集完全不够看 差评 旺达幻世 马特沙克曼导演作品 复联4后的漫威宇宙主线未明 众英雄多点开花 2021年漫威一口气 干出了9部作品 其中4影5剧 旺达幻世 作为第四阶段的开山之作 打头阵 出道极巅峰 一跃成为MCU的口碑新宠 呈现思路之高妙 让路人粉们都忍不住叫好 旺达和幻世 正式登场于复联2 堪称宇宙最强夫妻党 旺达是九头蛇与党人体实验的结晶 拥有强大的魔法力量 幻世则拥有震惊不坏之身 斯塔克AI智能 以及心灵宝石三重加持 复联3的结尾 幻世壮烈牺牲 旺达化灰5年后卷土重来 强大到一度能单抗灭霸 而这5年 幻世的遗体如何处置 始终没有交代 本剧正是抓住空档机 铺陈展开 旺达幻世的剧名玩了一个双关 幻世Vision 英文的原意为幻象 也可以暗指剧中的一切 都是旺达借助超能力 制造的进化水月 前三集看的人摸不着头脑 旺达有幻世 在美国不同年代的情景 肥道具不紧下 疯狂撒狗粮 前因后果却都没有交代 比如幻世明明领了便当 为啥依然活蹦乱跳 还找了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 身怀绝技的旺达 怎么成了家庭主夫了 旺达身世悲惨 年幼时父母被害 富联2和双胞胎的哥哥 快赢天人两隔 富联3里还没了老公 观众明白 旺达绝不该欢欢喜喜的 居家过日子 本剧最独特的气质 便是喜剧的形式 和悲剧的内核强烈反差 在欢声消语中 突然插入惊悚场面 玩的太溜了 蜜糖中夹杂的芥末 诡异的事件越对越多 到第四集画风突变 原来一切都是旺达营造的幻想 控制西井小镇的居民 陪着他过家点 以补偿幻视死亡的悲痛 特工再怎么努力 也无法撼动一个 痴情女人的执念 旺达的超弄力越来越离谱 还让自己怀了孕 凭空淡下双胞胎 失控背后 似乎还有神秘BOSS 煽风点火 西井镇的内外暗流涌动 哪怕抛开漫威的金字招牌 旺达幻视仍不失为一部优秀美剧 导演马特沙克曼 借助雄厚的资本 放飞才华 整出了一部美国情景喜剧编年史 比如首集借鉴了五十年代的 我爱露西 第五七集 分别致敬成长了烦恼和摩登家庭 本八零后看得内牛满面 前半段有多欢乐 后半段刀得就有多狠 旺达就像一颗情感核弹 主创并未从力量监管的陈词烂调入手 超弄失控下 尽是苦命少女的挣扎 能力既是荣耀 也是诅咒 旺达没有铁人的显赫身世 也没有美队的豪勤壮志 比起拯救世界 半生悲惨的旺达 只想要一个家 结尾旺达原力觉醒 晋升飞红女巫 仍登漫威宇宇战立天花板 本剧暂时还没有续集的消息 据说旺达的故事件 将无缝衔进到奇异博士2 甚至很可能黑化 漫威宇宙的盘子的确越作越野了 崛起年代 张永鑫导演作品 年初一部线里建党100周年的主旋律剧集 刷爆全网 央一独播 平均收视率1.29% 网络上更是激起了数月的热度大讨论 大概连主创也没想到 陈独秀 鲁迅 蔡元培 李大钊 这些教科书上的革命老贤辈 在一个多世纪之后会如此圈粉 观众的遥控器是最诚实的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从来不是收视宠儿 这充分证明了剧集的品质 操盘过军师联盟的导演张永鑫 确实有两把刷子 觉醒年代的时间跨度并不算长 从1915年袁世凯复辟 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满打满算也就六年 带着六年的戏剧张力太强了 按现在的渔情标准 每年至少发生100件干报服务器的大事件 那是内外交困 风雨飘摇 左支右支的中国 从物质到精神 被列强按在地上摩擦 同时火焰也在酝酿 无数人人之事 在黑屋子里找寻救国救民的钥匙 这六年就像是冷暖气团交汇的封面 各种思潮纠缠落下倾盆大雨 撼动着每个中国人的心灵 剧中几乎没有武器 点线面结合 光看标文系就极为酸爽 陈独秀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 很快成为新文化运动的起手 要帮助激贫激弱的中国 找到适合病情的药方 但主创也没有往爵士大明白的方向 塑造陈独秀 而表现了大量的家庭琐事细节 装协病重 演绎的生动可感 甚至不乏高能笑梗 果然是父辞子孝 从历史书上的冰冷符号 到屏幕上的鲜活人物 编导处理的相当出色 光涓热血陈独秀 铁骨蒸蒸李大昭 哪怕是戏粉不多的孤鸿鸣都刻画得丝丝入扣 并巧用中国人富如皆知的典故 蔡元培三顾茅庐 请陈独秀去北大 鲁迅的名片《药里的人选馒头》的呢 虽是剧集 但视听语言上 看得出尽量往电影上靠 教员出场时极为讲究 大雨瓢泼 逆行的人群 冰连霍节 街边的众生象 人的对位 动物的隐喻 几乎没有台词举重若轻 一个青年求索者的形象呼之欲出 这个出场是略显狼狈的 1915年的教员思想还远未定型 他也是正在觉醒的一份子 当代人践行的工作生活准则是目标导向 先立个小目标 达到后再升级迭代 但百年前面对快碎成一地的祖国 有志之士 基本两眼一抹黑 完全不知路在何方 李大钊 陈延年 陈乔年 邓忠夏等无数先烈 仅凭着满腔赤子之心 就舍得把命献出去 为中华探路求要 起约无依与子同袍 披荆斩棘 终成燎原之火 这样的波澜壮阔 值得被永远铭记 短剧开始了 诸古龙一 金景洪导演作品 这是求婚大作战的王牌编剧 金子茂树的最新立作 当红小生 尖田江辉和友村嘉纯丹刚 短剧是日本的一种喜剧表演形式 大致相当于咱的小品 通常带着些预言讽刺意味 中国观众最熟悉的艺人 大概算是老顽童北野舞 但像他这种塔尖明星非常少 短剧开始了 就聚焦于一群所谓的loser失败者 春田 润平 顺泰成立了短剧组合 起名麦克白 麦克白是沙翁笔下 因野心膨胀而自爆的悲剧人物 喜剧组合起了这么个倒霉名字 上座率可想而知 尽管每天绞尽脑汁的编排新梗段子 无奈就是不红 三人和住在老旧公寓 平时只能靠打零工维持生计 靠着纯粹的热爱 整整撑了十年 是继续追梦 还是就此打住 这是个问题 三位主角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拔剑四顾 心茫然 此时春花饰演的中斌小姐登场 她是咖啡馆的普通店员 每周三听废柴喜剧演员编段子 这么巧还住得很近 久而久之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春花的出现给麦克白带来了新鲜灵感 春斗边写了短剧《蜜瓜苏打》 故事主人公碰到任何液体 都会自动变成蜜瓜苏打饮料 乍看上去很荒诞 细想一下神经病 戏中戏是整部剧的叙事模板 每一集开场和结束 观众都会看到麦克白表演的一出戏 内容与本集的人物命运相互映照 带来很强的叙事张力 笑着笑着就哭了 第二集屋顶讲述三人组少年时代的关系 第三集奇迹之水 是春斗与哥哥之间的兄弟情 叙事结合的回文式结构 编剧大神龚铜关九郎也用过 在虎与龙里把日本落语表演和现实做巧妙的嫁接 短剧开始了在主题上很反套路 编剧设置男女主相遇 春斗以为遇到了灵感谬似女神 从此直大巅峰 春花却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扫把心体制 基本是谁沾谁死 喜欢的服装品牌破产 入职食品公司股票暴跌 辞职后却暴涨 第一次去剧场看麦克白的演出 却传来两个月后正式解散的消息 主创最想分享给观众的心里话 只在世俗成功的定义之外 我们该如何接纳当一个普通人 面对解散的事实 春斗迷茫了 不是说努力就有回报吗 现在放弃 过去十年的努力又有何意义呢 此时春花讲述了自己学插花的经历 她曾获得过全国大赛的季军 而感受到意义 却是在十年后 就算努力不会立刻获得回报 但那些构成我们生命的微小体验 都是独一无二不可取代的 努力就一定会留下印记 成为重新出发的起点 从宽松世代又如何是的倔强 到逃避可耻但有用般的宣言 再到短剧里的普通人生活哲学 日剧的创作者 找到了一种独特的乐观人生底色 在贩卖焦虑和成功学的时代 针对内卷和躺平 发出了自己温柔的呐喊 《东城梦魇》 克雷格·佐贝尔导演作品 近些年聊媒体的内卷升级 老牌的HBO电视网 重点开发限定剧赛道 天赋往往在十集以内 努力做到小而精 《东城梦魇》便是此战略下 打造的全球爆款 与先有剧本再挑演员的 常规流程相反 本剧是凯特·温斯莱特 确认加盟的前提下 为其量身打造的女主戏 泰特尼克号梦幻CP 在岁月的模式下身材走形 早已不靠胶原蛋白吃饭 《东城梦魇》里 凯特阿姨更是本色出演 对导演放出狠话 说你敢后期磨掉我眼角的皱纹 给你压拼了 承认衰老才会更优雅的演戏 人道中年的梅尔 是宾夕法尼亚州东城小镇的片景 日常工作顶多是收拾一下 头盔狂引君子等小角色 家庭更是一地鸡毛 女儿投铁叛逆 亲儿子生活放浪 让梅尔容生镇上最年轻的奶奶 儿子意外去世后 梅尔和儿媳争夺夺 孙子的抚养权心力交碎 前夫顺利找到第二川 天天秀恩爱 看着真来气 糟心设顶 加中年丧逼气质味实在太冲了 《东城梦魇》的调性 与先前聊过的猎凶风和谷有异曲同工之妙 冷漠自私的居民 毫无活力的死成 梅尔年轻时 曾率领当地女兰 暴冷夺的州冠军 这事被整个镇子记了二十多年 最近刚搞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周年庆典 可见《东城》是多么的缺乏 并渴望存在感 那也是梅尔的人生巅峰 此后一路下坡 杀都杀不住 平静消索之中 突然发生一桩奇案 未成年单亲妈妈艾琳在河边遇害 迅速引爆整个东城 毕竟地方不大 彼此都熟 无论谁是凶手 会牵出一连串的蝴蝶效应 在侦办案件的同时 两个风格迥异的追求者 走进梅尔的生活 一个儒雅随和的大学教授 一个活力四射的陷阱小奶狗 汗得汗死 唠得唠死 孤寡阿姨梅尔 陷入了幸福的烦恼 当然还是快银小可爱 更胜一筹 质问这种告白所稳 谁能顶得住呢 吐不及防一枪爆头 编剧你没有心 东城梦演的节奏慢热 案件只是个叙事马甲 故事的核心是刻画小镇的重生项 随着调查的深入 一幅美国中下层服饰会徐徐展开 看似一团和气的邻里之间 每个人都有见不得光的阴暗面 老一代经历日渐凋零的脆弱婚姻 年轻人在毒品和滥胶的催化下走向腐烂 时刻展现经不起考验的脆弱人性 连最正直的梅尔 也为了争夺抚养权 往儿袭的车上塞毒品栽赃 而那起凶案的起因 则是传统家庭观崩塌后 导致的一场乱伦悲剧 然而导演并没有一黑到底 真相大白的同时 让每个亲历者都收获了成长 结尾在神父的宣讲中 登城居民静静倾听 若有所思 在拥抱中达成和解 跃进千番获得救赎 是文艺作品的永红主题 所以登城梦魇 才会在世界范围内引发共鸣 人生有时就像垃圾堆一样糟透了 拿枪崩了自己是个选择 但更多的人选择直面生活 虽然狼狈 却也不失为一种英雄主义 无罪之罪 奥利奥尔·保罗导演作品 近些年流媒剧头 Netflix积极拓展全球战略 投资开发了大量非英语剧集 其中西班牙语系尤其亮眼 从独销到纸钞屋迅速建立声誉 无罪之罪 正是今年主推的西语精品 导演奥利奥尔·保罗 早年低成本悬疑片起家 擅长编织剧情营造反转 花小钱让观众看爽 2016年的看不见的客人 让其匪生国际 如今已俨然是西语悬疑片的头号导演 无罪之罪改编自聪明小说 执意是无辜者 中文艺名也挺能凹的 罪无罪可不就是无辜吗 这次导演保罗拍的比较规矩 改动幅度不大 并请回看不见的客人的男主 回归挑大量 故事采用多视角并进叙述 每集第二人称旁白交代出场人物 调醒既像是催眠又像是审讯 将观众拖拽进剧情 我叫 Mateo Vidal 你还在学校里 你永远想要杀他 正在剃头的男人名叫马特 他本是法学界燃燃升起的新星 却因过失杀人 蹲了四年班房 出于后入职哥哥的律师事务所 娶了贤惠的媳妇奥利维亚 宝宝马上也要出生 他人生的后半场还算是平安幸福 但其实二人的心中 都有无法言说的秘密 某天奥利维亚紧急外派柏林出差 马特收到了神秘视频邮件 上面是半裸的奥利维亚 和某男人在开房 出门又遭遇了车祸 马特起初以为只是单纯的被绿 但结合妻子最近的一系列反常举动 觉得事情并不简单 第二集镜头转到 看似毫不相干的线索 当地女警洛雷娜 奉命调查一桩离奇的修女坠楼案 死者艾玛过着双重人生 白天侍奉上帝 夜晚却出没各种风月场所 种种迹象表明 艾玛可能死于他杀 关键是当晚的一通神秘电话 与同时 两个特工闯入警察局 强行截胡 似乎在寻找艾玛遗留的某样东西 出门办案的洛雷娜 侥幸逃过一劫 当查出神秘电话的地址后 观众这才恍然大悟 两条故事线神奇的相碰 真相更加扑朔迷离 经过两集的铺垫 叙事正式展开 马特是不是杀害修女的凶手 奥利维亚的失踪又有什么猫腻呢 神秘特工究竟在搜寻什么 阴谋一点点浮出水面 牵出各个角色的前世今生 无罪之罪 全剧仅仅围绕同一个内核展开 人如何面对不堪的过去 所以叙事线头虽多 却也紧凑流畅 导演保罗充分玩弄着看家绝活 故事直到最后一分钟 还兜了一个大反转 观剧过程各种忙得发 让人欲罢不能 剧中的女性群像尤为出色 坚毅勇敢的洛雷娜 有种沉默高原中克拉利斯的意思 属于男人堆中出类拔萃的坑枪玫瑰 爱马为保住朋友 不惜献出生命 奥尔利维亚也不假思索 为黑化老友挡枪 两人在动人的氛围中和解 当然无罪之罪并非完美无缺 故事中断稍显拖沓 还有些难以忽视的小bug 有几处的设计显得太巧了一点 白臂威霞不眼其光 希望反转王保罗 能在创作道路上越走越远 白莲花度假村 麦克怀特导演作品 今年七月这部没有明导带队 没有大咖作证的无名小剧 异军突起 成为美剧市场不容忽视的一匹黑马 白莲花度假村观感很奇特 故事设定远谈不上跌宕起伏 甚至有些清汤寡水 但就是看得很上头 这是部典型的慢热剧 总共才六集 看到一半你大概get不到 才在讲什么 纯靠第一集的大悬念吊着 夏威夷机场的后机厅 一个年轻的男人眉头紧锁 一言不发 不时去的老夫妻前来搭讪 对话中透露出信息 一座名叫白莲花的高档度假村 出了命案 尸体正在不远处打包运走 镜头回到一周前 这座出入皆富贵的高档酒店 在经理阿尔蒙德的管理下 仅仅有条 今天迎来了一批新客人 商界女精英 一家四口 外家女儿的闺蜜 富二代马宝南和花瓶妻子 以及带着老娘骨灰的奇葩中年富婆 度假原本是远离俗世喧嚣的短暂休息 贼了因为经理的一次失误 在短短的七天里产生了一连串的蝴蝶效应 整个上流社会的生活结构 在潜移茂化中分崩离析 故事发生在当下 但白莲花度假村的气质 却非常的古典老派 像极了莫伯桑笔下的讽刺小说 剧情起伏不大 但信息密度极高 一针一隔肩充斥着海量符号 逛一个片头 就用动植物的图鉴形式 隐喻西方阶层食物链 从金字塔顶的强势精英 到边缘少数族裔移民衣网打尽 各个阶层看上去和平相处 圈地自盟 而皮囊之下却壁垒森严 容不得越雷池一步 妇人女儿是典型的激进百索 每天为少数族裔争取权益 奔走疾呼 潜意识里却将拉美一闺蜜 当作标榜身份的陪衬物 空喊不爱口号的同时 却对身边最亲近的父母胞弟 唇齿相鸡 花瓶女Rachel空有一身红图报复 却总也无法突破成见 认清了妈宝男丈夫 只是缠她的身子 为自家装点门面 Rachel本可以同命运抗争 无奈对方给的太多 放弃梦想彻底躺平 酒店的黑人按摩师 受到了富婆的青睐 后者为其许下了投资创业的Flag 本以为就此改变命运 到头来却发现只是一张空头支票 心灰意冷的按摩师 就此放下待人接物的真诚 在下一批游客到来时 显露出功利的职业微笑 谈感情太伤钱了 阶级最难搞的地方 是身在其中会有不自知的立场 即使人们的本意并非作恶 也很难摆脱 修案本身早已不再重要 真正余味无穷的是 阶层间的价值观漩涡 片尾导演将唯一一点曙光 寄托在只会打电玩的废柴弟弟身上 大海吞没了他的电子用品 却给了他甘愿奋斗终生的滑艇爱好 曾经最为颓废的小透明 成为剧中唯一愿意跨越舒适区 挑战未知可能的勇者 DP逃兵追击令 韩俊熙导演作品 韩剧近些年发展的势头凶猛 特别是和网飞深度合作后 依托巨大的财力后盾 加本土制作精锐 产出了不少精品 今年的当红炸子机 无疑是火爆全球的游泳游戏 打破各种记录 不过相比之下 我更偏爱另一部网飞剧 DP逃兵追击令 故事聚焦一个敏感又糟心的话题 兵役 因为大国舰的拉锯较量 朝鲜半岛近一百年没消停过 南韩从建国起 就执行严格的兵役制度 宪法规定 20至28岁之间的男性公民 一律强制入伍两年 兵役牵扯国本 政府审核十分严格 没有特殊情况 很少开绿灯 比如亚洲头号足球明星孙新敏 主动参与国家队的大小中招 努力多年 凭借亚运会的男足夺冠 获得了免疫资格 其难度不亚于考取顶级名校 虽说武装到牙齿能提升安全感 但强制兵役带来的负面效应 成为韩国社会的怪胎 不少有钱人游走于法律灰色地带 通过变弓国籍 伪造病例等方式逃避兵役 更加激化了阶层矛盾 某些社会闲散人渣恶棍 找到了发挥个性的舞台 军营成了暴力施虐的温床 据统计 每年有超过一百名韩国士兵自杀 据集改编自同名人气网慢 DP是逃兵追击组的缩写 专门负责追开小车的逃兵 军营的霸凌文化积压了三十多年 实现六号现象时有发生 本剧透过男主安军号 与搭档韩浩列的视角 审视一个个惊心动魄的逃兵故事 韩国的尊卑观念极重 刚开头寥寥几笔 就把军营里让人窒息的气氛塑造出来 暴力如此普遍 军队的内部却不以为然 许多长官甚至信奉 霸凌代表有血腥的理论 可不是扇几个耳光踹几脚蹲小黑屋 剧中的场面堪称限制级 上级命令下属当众自卫 泼水电击 甚至有的被活活打死 韩国军事法庭的文术里 能找到不少类似的案例 有压迫就自然有反抗 既然正规的投诉无望 不少被逼疯的霸凌者 只能采用逃跑 甚至反杀的方式变相维权 比如入伍前 人畜无害的漫画家曹时锋 服役期间 长期遭受恶霸长官 黄张秀的关照 终于熬到了对方退伍 长官说握个手 以前的事咱都忘了吧 漫画家本来指望天道有轮回 这一下子心态崩了 就此踏上了复仇之路 即便是如此沉重的话题 DP该有的娱乐性一点没落下 短短六级 叙事效率极高 节奏张弛有度 还时不时带着茶科打魂 深挖的同时 也没有忘记好看的本分 主创也没有一黑到底 任亲军队上层委 上面我的安俊号 某天跑操时 与大部队背道而驰 奔向那太阳的方向 除了一个个逃兵悲剧 DP还探讨了暴力如何滋生 这一千年之问 应该说只要存在权力结构 就必然有暴力 人类还没有开发出那种 技能有效管理 又温柔如水的制度 再加上韩国自始至终 都处于战时状态 就更放大了暴力的恶 虽然导演给了一个 看似充满希望的收尾 其实每个角色 心里都清楚 并不会有太多的改变 10月份 流媒体小巨头 呼噜推出了这部 八级限定剧 虽然阵容并不特别有流量 但都是实力派 低调上限 赢得全球赞誉 我追了两集特别喜欢 马不停提自来水做了一集 巨套不推荐 年度十大 他也必须占个坑位 故事大背景是美国建国以来 影响最恶劣的公共医疗事件 阿片类药物滥用案 这是一种容易上瘾的强效止痛剂 由于药起黑心 加上监管不力 20多年间造成几百万患者药物上瘾 数十万人死亡 新冠疫情有天灾的成分 这事主要是人祸 传语机两的三条叙事线交叉并进 打造了今年最出色的群像之一 分别是调查者 检察官三人组与嫉妒局的梅尔 制药者 普渡药业 以及背后的萨克勒家族 医患 主要是菲尼克斯医生 与贝奇一家人 三条线在时间上错位 这非常考验编导的调度功力 大框架还是美式传统的 个人对抗大组织模式 三个检察官为了新增的正义感 向财大气粗的普渡药业开火 指控其全头产品 奥斯康定止痛便虚假宣传 误导医生与消费者 美国健康大管家FDA 难辞其咎 在常规的正协对抗之外 成瘾尽量的妙笔 是加入了菲尼克斯医生一角 出身高级知识分子 却甘愿几十年如一日 在矿工小镇待着 他正职人后 关爱医患 全一场意外 务实奥斯康定 堕入了毒瘾的泥潭 面对药品代表比利的巧舌如簧 菲尼克斯不再客气 铁拳伺候 矿工之女贝奇更是惨的一批 他是社会底层受侮辱受损害的代表 因为严重的被伤 吃奥斯康定上瘾 连去揭毒小组求安慰 都碰上了药贩子 菲尼克斯眼睁睁地看着 他亲自接生的纯洁姑娘 堕落成了行尸走肉 本来和睦亲爱的一家人 分崩离析 踩着数十万患者的尸骸 背后的萨克勒家族 赚取了数十亿美刀的利润 再拿出一小部分应对消费者诉讼 然后萨康定合法的卖了近二十年 葡萄药业的掌门人 李查德萨克勒 是完美的资本家模板 真应了马克思爷爷那句话 为了利润 他可以践踏一切人间法律 2019年葡萄药业破产歇业 虽然赔了一大笔钱 但比起造成的损失九牛一毛 换身皮继续富甲天下 推荐大家去看看原片 非常的精彩 你要是没时间 就看看我11月底做的解读视频 做的还挺好的 爱很美味 陈正道导演作品 陈正道可谓是2021年 最勤奋的华语导演 先有秘密访客和盛夏未来 亮相大一幕 前不久刚完结的爱很美味 也成为年度收视小黑马 三位主角李纯 张寒韵 王菊算不上名咖 其中两位还是选秀半路转行 片名人贴上去像美食旅行综艺 实在是没什么卖相 却看到我这个奔刺的操劳爷们很上头 叙事三线展开 诙谐灵巧的诠释了三位而立之年的都市女性困境 方欣 刘静和夏梦是从小玩到大的闺蜜三人组 她们性格迥异 方欣文静单纯 刘静细腻内敛 夏梦张扬爱表现 成年后 方欣早早的放弃视野 与男友结婚做起全职太太 偶尔做美妆博主直播贴补家用 刘静在银行担任运维工作 最近刚被优化了下来 业余喜欢烹饪 从小要强的夏梦满脑子都是视野 短短几年升任副总 是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 爱和美味的调性上 有些类似于李安的饮食男女 将每个人的口味与性格对照起来 食物成了导演刻画人物的辅助道具 方欣先天容易食物过敏 轻易不接受 但认准了一个就奋不顾身 刘静烧的一首好菜 能轻松应对各种繁琐烹饪 平时内心戏很多 经常独立脑补出整个世界 夏梦是自控力极强的狠角色 饮食对他来说只是能量补给 借此隐喻 其追求卓越到一些不近人情的性格 连OOXX史都在分析平台流量 编剧的自黑有一首 应该在第一分钟就抓住观众的双点 刺激他们 否则观众很容易走身 你还坐不住 对说有些情节也是硬拗推矛盾 总的来说爱很美味算接地气 30岁的女人各种世俗捆绑接踵而至 加上突如其来的疫情 更激化了年龄危机 刘静遭受父母高强度催婚 方欣一密接调查 意外得知男友出轨 五年婚姻濒临破裂 夏梦和同事男友的差距越来越大 不免产生了诸多隔阂 一次居家办公视频会议后 集中爆发 早到2018年 导演陈正道就想做一部都市女性生存状态的剧集 2020居家隔离期间 她刷了不少经典情景喜剧 萌生了用轻松明快的方式承载严肃主题的念头 同时借用疫情大环境寻求观众共鸣 比如隔离刚结束 民政局的离婚处便人满为患 不少夫妻像方欣和丈夫马振宇那样 居家隔离成了魔力感情的试金石 安全距离安全距离 编剧的双关用的6 三个真实可爱的女人面对多维考验 职场家庭友情每一趴都不轻松 许多狗血糖水剧的女性角色 要不当花瓶要不当魔头 相比之下爱恨美味细腻可信 既有叽叽喳喳的小女人去谈 也有城市欲望的修罗场 成年人的世界哪有什么完美答案 每个选择都是多方博弈的结果 隔世之间冷暖自知 能做到不矫情不乱洒狗血 不刻意贩卖焦虑的都市剧 每年放眼市场真就挑不出几步 好了2021年十大好剧就聊到这 希望2022年能有更多的好剧亮相 如果绝弹做的还行 就转评赞随便给一个 三连我也不介意 雨昕